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巴和鼻子更是觉得僵硬 鸭齿也凸得很不正常 总体来说很像一张整容的脸 果然群众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香蜜沉沉浸如霜 扑齿均衣出来的时候 上面的弹幕也都在说它整容 而且是整了很多地方的那种 作为一个不知名的演员 在前期不知道饰演的角色 是好是坏的情况下 观众首先关注的是它的容貌问题 但随着剧情的发展 哭齿均是一个好的角色定位 而且廖靖丰演技也是没话说 所以大家也就大多忽略了它赤宝整容的问题 但看廖靖丰平时的生活照 却看不出来有整容的痕迹 这样一看到是很有一种男子坚毅的气质 见朗风姿 卓尔不凡的感觉 但它拍自然会刻意避免各种不适合的角度 或者是P2P的太厉害 所以大家才分辨不出来 不过这样看来 廖靖丰倒是顺眼了很多 大家经常说照片照片 确实有一种欺骗的意味在里面 所以廖靖丰的自拍照 却有另一种感觉 也完全不同于剧中的整容点 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百倍 帅气无比 甚至连在剧中特有的都是 大双眼皮 在自拍中也不见了踪迹 反而成了单眼皮 脸上也没有一丝做过手术的痕迹 但也有可能是相机的缘故 模糊了重点 不过不得不说 廖靖丰的拍照手法很高 能够轻而易举的避免自己的不足点 把自己最好看的状态展现给大家 很多网友跟小编一样 面对扑持君廖靖丰的自拍照 都觉得很厉害 虽然很假 但廖靖丰作为一个演员 还是演技厉害比较重要 从这部剧上看来 廖靖丰的演技还可以 只不过这个角色没有复杂的人物心理 所以也不用太多角色变化和人物揣测 言起来倒简单了许多 最后 整容不整容是一个人的自由 就是一个人的自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